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2020的一个Honda Jazz 其实是Honda Fit啦,再我们骂一下,我们叫它Honda Jazz 然后这一次,这辆车就是Honda在东京2019的这个车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车款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看看下这辆车 在外形上啊,我们这样子看下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照片就觉得这辆车好像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我们印象中里面啊,Jazz它都是一个很sporty的车款 很小型的一辆sport车这样子,然后这是最主要的改变呢 其实是它的车头这一边,它没有掉了这个front grille,它front grille变得很小 OK,然后在这边就好像做了一个海豚的那个头的嘴巴出来这样子 从正面这样子看下去,它又有点像,又有一个 又好像有一个panda的眼睛 不过实际上面我们这样看真车呢,其实它是相当漂亮的 OK OK,它前面照样是采用这个15寸的一个轮圈 OK,前面是跑disk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 后面也同样是采用那个disk rig 车侧是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车尾 它变得相当的漂亮 有一点点,当它远看它开灯的时候有点像那个Estima这样子 在车侧我是觉得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在这一次它的发布会它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细节 我们只是可以知道就是它在它的那一个 它的那一个整个 整个长度跟宽度都有一点增加了 然后它在内装里面呢,它的 内装的这个空间 也是有所进步 当然Jazz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 车看起来很小两 可是你去 电器店买一个60寸电视机搞不好的载得回去的 OK 然后这个内装你看它采用了一个双色的一个设计 然后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一个 非常一个清洁简单的一个设计 OK我们看一下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盘其实 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然后他们的meter是非常的小个 就是全数码化的一个meter OK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中控 就是中控显示来的 OK我们去看一下车尾 OK OK在车尾上 我们从另外一边看一下 应该会比较亮一些 OK我们从这边这样子看过去 OK我现在 试试看就是坐进去看大家看得到没有 OK OK然后我现在就试试一下坐进去 然后我的高度是183 就是6车 6车左右 然后这边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的好 OK整个座椅它的那个 包覆性都非常的好 OK 这张椅子它同样还是采用就是他们的 Ultra Seat 就是Honda很 很骄傲的这一个设计啦 OK它这边它就已经是锁着了 我要看一下我要怎样开到这个Ultra Seat 这边还有一个button的我还是找不到它这个button站 OK OK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把整个整个椅子就是把它 开起来的 哎呀当然是可以锁住啦 OK 然后同样的它不只能往后翻 它也是可以把往前靠 就是跟现在的那个Honda Jazz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是可以做一个64分离的 OK好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它的这个尾部的这个空间 OK尾部空间呃这边如果是讲 一个Luggage size的一个 Cabin size的一个Luggage的话我相信它只 给它直站着它应该是可以放 它应该是可以放三个站住左右 OK不过Jazz还是Jazz啦 虽然它在空间的那个应用是非常的厉害的 OK我们现在把它的椅子放倒 OK它的椅子还是一样是可以放倒的 OK所以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一个媒体只有5分钟 所以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在一辆车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一款 它们在日本呢它们是 它们是不用就是什么 1.5G啦 1.5E来分别的 它们是用 Home 还有这个 Crossstar Lux Mess 还有就是Lasic 来做一个车款的一个分别 它们就是在配备上会有一些分别 然后我们现在在引擎 引擎的那个输出我们真的是没有资料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它有两个款式 一就是 Hybrid 还有2就是1.5的一个 一个就是自然进气引擎跟Idea引擎来的 OK我们再快快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内装 OK它的空间的应用是非常好的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放水的一个架 OKUSB的插头呢 还有一个Light 然后这边还有一块 啊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charge 电的地方 啊USB插出来的 OK这整块东西是可以移的吗 这整块是不可以移的 刚才我看到video这边好像有一些款式是有那个Wireless Charger的 OK然后这个是采用就是电子刹车 就是Electronic Handbrake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做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 OK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趁着他们还没有把我们赶下台的时候我们先自己先下去先 OK所以啊就是 如果要得到更多就是关于Honda Jazz的直信 继续留守我们的平台 OK拜拜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